哎呦哈 拿的手 哈哈哈哈 哎呀这肉炖的 池水太久了吧 干败下红 吃完也不会走 哎呦哈 人很晃不多 想吃什么都不说 大家好 我是泡沫 大胖 老许闻 大胖上我这来啊 嗯 上次咱们做了个 驴大价 驴大价 网友们 都会非常欢迎你到上午这来玩 对趁吃趁喝嘛 哈哈哈哈 做熟了今天 咱弄个大点 我给你弄着这一摇 啊 咱们今天做个一摇两吃 啊 炖 炖更好 啊 水果不多说咱 开干吧 先拆了它吧 这么热心 谢谢谢谢 好好好 行 专业 满满一锅羊肉和肉切 这个是羊排 如果 这个羊排 哎呀 这一盆羊肉全下锅了哈 哎呀 我去 老许闻 咱把羊肉 都泡在这个锅里 然后泡了它一个小时 把里边的血水都给它泡出来 哎呀我去 老许闻这天实在太热了 我受不了了 哎呀刚才码头大汗啊 头也疼 我都要中暑了 然后不行 让它们帮忙弄弄吧 哇 加入葱 姜 料酒 炒 加点料酒 把羊肉倒入锅中 加入去腥三些个 葱姜 料酒 葱姜 放在加入两个卤肉包 盖盖 咱们 喝点一个小时 咱们准备点黄酱姜酱 然后倒入到羊腿上 这下酱汁均匀地涂抹到羊腿上 把羊腿放到锡纸上 包过去 下面这个炒,先煎鸭子 行了,没毛病了 熟了是吧? 嗯 哎呀 哇,这养肉,哎呦 冰冻的话我弄不去 擦了手 看这个,大羊排 火锅咱们开灶了 还真香 对了,还有烤的 这个就是纯纯内蒙古吃法了 看到没 来 快下手啊 这么吃啊 对 哇 清水煮的 就割了葱姜蒜,其他啥都没割是吧 沾上这个韭菜花 哎呦 上手吧 来呀 哇 有点爽 哦,谢谢 哦,这羊汤哎 火锅,弄一下 谢谢火锅折大啊 哇,这个羊汤真鲜亮 对啊 我怕太吃太肥了 那太烧了 那太烧了 你看这个羊排 哇,池水太久了吧 就是 确实有点肥 但是 就这肥的吃起来很过瘾 我听门看 很热 不要急往下看啊 这只是其中一种做法 还有烤的呢 哈哈 这也没成完 还有闻到锅里 嗯 再见 哎呦,我去 哎呦,真咸嘛 哎呦,再来一块吧 哎呦 吃着咱有个事 甭客气啊 嗯 原来羊肉沾韭菜花是这么香 嗯 有点蒜 有点蒜 嗯 来 吃都不吃蒜 嗯 小米小一半 嗯 嗯 嗯 哇 我的天 跟汤汤西似的 嗯 我的天 你吃了 吃过韭菜花 吃过肉 嗯 再吃点蒜 我的天 嗯 再看看咱羊腿怎么样 嗯 看看咱羊腿 嗯 行 你买点吃吧 嗯 吃这个 人鹽我都没放 就是拿直接拿黄芥芽鹽的 这个是什么做法,火哥 这是烤的 烤的是吧 我用黄芥芽 黄芥芽啊 哇 都脱骨了 那我先吃一下 不客气了 黄芥芽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做 很香 它跟传统的烤羊腿 完全就两种做法 烤羊腿 它类似像这种叫滑鸡那种感觉 很鲜嫩 正常的烤羊腿的话 它是那种外皮很焦脆的那种 那这个不一样 它保留里面的汁水 特别的鲜嫩 而且肉特别软辣 哇 好吃 好吃 好好吃啊 我去 来一块 不不 来这个 来这个 它这有原汁原味 今天我跟你说 嗯 干拜下红 不不不 我是喜欢吃种的 我是真吃不动的 我的天 我看你吃肉真小 嗯 它羊膜上面还有这个鸡呢 有 有 特香 它这个羊膜应该是最好吃的块肉 为什么 它是活肉 对 它是一直在活动 运动量最大了 对 哎呀 但是我 我特别喜欢喝这个汤 我晓得啊 我看你吃比我都吃得过眼 今天我告诉你啊 吃完也不许走 好 行了 嗯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嗯 再见 拜拜